我们开始了啊 还是就是原先的一种风格吧 我也不知道这种风格好不好 尝试尝试吧 我先写一段话啊 那么我念念也无所谓的 但是以前我的话是一边录一边打 之后来发现的话可能这样的话 大家看了不舒服对不对 你这个打个字有什么稀奇的心 这个说起来打字的话 我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好像没考上高中 那个时代的话是打字圆的话还是非常舒服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聊天的话大家都会聊天啊 这个打字的话已经不是一个专业工作 而且的话很少专业打字它是用无比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你其实你无比的话 如果不是整天打的话你很快忘掉啊 所以就用那个拼音打打就可以 所以我就不打了 我先直接打好啊 总要做点准备工作 因为我这个不是专制老师我是不备科的啊 但是我讲过我不备科也不是说我不负责任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的话本来就是娱乐性的 我们不是学习啊就是我们是娱乐性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毕竟你要理解我是业余对不对 我业余的话我如果要准备一个东西我要提前思考一两个小时 那我这个东西本身就要半个小时 那我的业余变成两个半小时那肯定不行 这个不现实啊 好这个的话 这里算是我的一点准备啊 就是业余兴趣爱好到底是单一好还是广泛好 那么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探讨一下啊 理论上我认为应该是单一好 因为我以前的话一直坚持那个单一的这个兴趣爱好就是围起啊 因为单一的话呢你可以把有些的业余实际用在一个实际上 对不对 专心之子 对不对啊 就是什么的博傲兔兔话不行 对不对 反正各种各样说法对不对 那么实的兴趣爱好达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度 但是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理论和实际往往是有差距啊 这个反正我不用说了对不对 我们都是中年人 这句话你如果不理解的话 那可能你年龄比较小 你以为这个理论和实际是一样的啊 就是有可能 这真是有可能 就是你把所有的业余实际用在一个爱好上 那么结果这个爱好的话依然没有提高 当然有些人的话他确实非常爱好这个爱好 他觉得我不在乎提高对不对 我只要开心就可以 但是你话是对的呀 你只要开心就可以 但是据我观察啊 不管是打乒乓球还是打篮球或者做球的人吧 我们就说别的吧 他总是希望打篮球的话也能打得好点是吧 他总不是说我就是打篮球对不对 我比如说我给人打打的话 我被人打了一个 以前是二的一个 现在可能不是二的一个了 反正就是说我被人大比分的落落后的话 我也很高兴 我感觉的话这样的人也许有啊 那只是说是心理数字比较啊 那么那有些人心理数字差 其实我心理数字应该是比较差 因为我这个下期我是很喜欢赢的 我其实是一直是走不出这个胜负啊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说那么那么就是说 我的话就是说 想到能不能有个想想别的办法 就是说广泛一点说明也未必不好 对不对 因为你广泛一点 因为你实际的话 你中年人的话有理智的啊 中年人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 就是说我 我就是我弄广泛以后 我的时间夸大 我总时间比如说我规定好 我业余 我就娱乐两个小时啊 我不管什么娱乐吧 我把看电视看电影什么的 看小说都可以当娱乐啊 那么我我广泛一点 当然我这个专业程度解敌 那么专业从解敌以后 我的水平也未必下降 就是说这个我 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发现啊 围起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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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不好 但是他有个好处 围起东西啊你还别说不太会下降 这个 这个我不是说 那个啊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尝试过 我就好好多年没下来 也不是好多年 就隔了三十年嘛 三到四年没下 结果我一上来一去下以后 发现也没有多少退步 就这我 这是我也是算是一个一个的体会啊 似乎啊 也不太会退步 就是说你进步很难 但是他那也有个好处 他那也不是会退步 哎 这个你还真不太会 不太会退步 这个的话有可能的话 所以说围起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价值 对吧 有些人看不起围起 就是认为你这个围起完全没有价值 这个跟数学有点不一样的啊 数学的话 你比如说我以前的话 十年前吧 我是高考状元 数学考的好的 现在的高中数学 你又不会做的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真的围起下的话 过了时你也不下 甚至一点都不碰 什么都不碰的话 也许稍微有也退步 但是你很快就可以恢复啊 所以说我感觉的话 那么举其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说聪明一点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也在变化 对不对 因为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 我就说已经看不起老外 所以发现老外的话也是厉害 那么索性学点英语 当然以前我们学英语的话 就是为了什么 学会口语学会生 我们这个的话只是晚晚的啊 所以我就 那么我们继续那个 围起英语系列 就是说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的话 在有些人看来的话很无聊 对不对 这个太简单了 在围起人士看来也很无聊 因为这个我早就知道 对不对 在英语人士看来 你做英语单词的话也很无聊 但是我们只是为了娱乐 对不对 娱乐的话就无所谓了 那有些人看广告 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对不对 也不无聊 好 那么就是说 读到第八页来是 2S 我现在索性用英语读了啊 就杨金邦就杨金邦 以前我想直接用那个 直接读那个中文 但是觉得这样翻译的话没意思啊 I must satisfy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the group must completely surround at least one uncomputed point 要不读了 因为这个 the stones in the group must be connected 稍微读一点啊 你完全用翻译的话 还是用中文翻译算 这个中国人的话 上次我讲过那个哈萨比斯先生演讲 就是就是中西文化的确差别很大 所以其实这个杨金邦英语也尤其也是好处的 就中文当中夹杂几句英文 就是大家也不要看不起这个杨金邦英语 一只眼的话必须是符合下面两个条件啊 这个这一块棋吧 Globe的话你穷也可以啊 翻译成群也可以 这一群棋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一块一块的啊 一个群体吧 如果是 它必须是完全的被 Must completely surround Globe must 完全的包围啊 完全的包围 at least one on the 啊 就是说这一块棋的话 就是说不能够全部被包围住 必须至少有一个空点 就这个意思 那你反正的话 这里的话两个四个六个七个 对不对 七个棋子的话它没有说棋在一起 它中间留了个空点 这里三个棋子也留了空点 这里五个棋子也留了空点 啊 然后的话这个石头 其实你就执意好了 我们不是讲究信仰的 这个石头的话 石头的话就是说 这个石在这个围棋里面的 在这个在这个群里面的石头啊 必须是必须是被连接的 就这个石头必须被连接啊 这个的话很关键 它这里有个三角形符号 对不对 你这个山你没有这个三角形符号的话 就是没有被连接 它这里有三角形符号 都被连接啊 这是兔啊 Diagorean 兔 兔到死 兔到负 是不是啊 这就是羊群棒啊 兔到负 因为这个杠的话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读 显示了一只 一只眼睛啊 在这个中央的一只眼睛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央脚上边上 就是三三个情况 这一个例子 一只眼睛的话 他说是 它是side 在边上的啊 side就是边上 对对 有点有点找到感觉 因为好长时间没弄 在这个边上 我声音还是轻一点吧 其实没必要声音很小 但是我还是太激动了吧 还是有点 可能过段时间的话又不激动 这个的话 录拼的话目前来说 其实也是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爱好一样的 录录屏是不是啊 这个录屏的话 也未必是个坏事情啊 因为你现实生活当中 要找个人聊天的话 有时候的话 对不对 别人可能嫌你烦 对不对 那么你就是一个人在一个 没有别人地方吵到地方 你对着这个电脑讲讲话 对不对 那么讲讲话的话 从那个现在心理学来说的话 就是说 他说发泄情绪 当然我们不是发泄情绪 那么也未必是坏事情 当然你QQ聊天一个 但是问题就是QQ聊天 他一方面就是说 打字的话 比较累吧 另一方面怎么讲呢 就是说 因为你的这个的话 我讲过他这个东西 表面上的话是 是节省时间 你打个两三个字 因为你不可能像我这样 录屏录个二十小时 但是问题是 有这么多人在打的吗 你一句我一句的话 就是说 但我不说别人说话 没价值了 我的话也其实的话 也有时候也看别人 我就说反正的话 这都是娱乐吧 所以也不是说一定要文字打字的娱乐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 也说话也是一种娱乐 你广义角度来说 说话也是一种娱乐 对不对 这个不要多说了 废话太多 有些人对我不满意啊 有些人可能真的想学英语 但是我跟你讲 你很恐怕令你失望了 我这个的话真的是 你真的想学英语的话 你就去找一些新概念英语了 或者是什么的 我也不是很懂的 因为我以前那个时候想学英语 结果也没学成 at the side 按I at the corner 脚上 notice 注意到这些的话 演的话fulfill 今天这个有道怎么不出来 出来了 注意到这些演的话 就是说是 the two conditions by surrounding a point and all the stones are connected by the trink stones 圈个是三角形的意思啊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石头的话 都是被这个这个三角形的话 连在一起啊 请注意到这些演的话是 填满了 对不对 填满还是 应该是填满吧 翻译层 满足了这个条件 填满了 这两个什么 是吗 两个坑的信息 两个什么东西 坑的信息也忘掉了 两个条件应该是 四条件吧 填满了这两个条件 most this this is this is fulfilled 填满了这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啊 就是说 因为他说 意思就是演的话 有三种情况 一种在中间 一种在边上 一种在脚上 那么这些无论是你中间也好 边上也好脚上也好 都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的话 就是说是只有一个空点 就围了一个空点 懂的意思 他这个用的词还不错 本来的话 就是围起围起的话 应该是围对方 他现在这个演的话 就是你自己围自己 对不对 但是你的话 不是围黑起来 是围了一个空点啊 在那里围了一个空点 这么这么翻译 老外的思维的话 也的确也有时候 的确是独特的 他这个也很有特色 其实我想以后 我们的英文水平高起来 我们真的 我还想把哈萨比斯先生的 建桥大学的演讲的 英文哪 圆文哪 不过那个圆文难度 我其实很大啊 而且我猜测第一句话 他不可能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不对 因为他是对那个大学生演讲 我不知道国外的话 称大学生是不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这个我真的有些 但是这个可能比较难找 因为我百度里面 收到的都是中文的 对不对 你要去找这个英文原版的话 非常难找 这个以后再说吧 这个找找的话 大家我不是再让大家 诉诉苦啊 这个有时候的话 要找一个一个资料的话 也要花个一个小时的 都有时候不一定找得到啊 所以以后再说 目前我们还是先 这本书先看完再说吧 也不要好高无远 这些这个演的话 他说是 当然你说你有钱去买书了 但是我讲过 因为我们是中年人了嘛 人到中年的话 这个难处的话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 所以说能省钱 我们也省一点啊 就这个意思 当你年轻人的话 你去买书了 你不是说年轻人 你小孩子吧 小孩子反正学习家长透露 对不对 那你去买买本英文的看看 他家责肯定高兴死了 notice this is full full field token the shins 围到一个点啊 这不要说话了啊 年轻人不要对我意见啊 上次有个群里面的人骂我 你这个人以老卖老啊 把我骂的一塌糊涂 我 我后来就走掉了 但是我也理解这些年轻人啊 可能我年轻时候也骂过那些中年人 对不对 看到这些中年人混得不好 也不是混得不好 好我不说了啊 就是通过那个 我理解他们啊 年轻人有激情也是好的嘛 那么就是说通过那个 围着围着一个点啊 就是说那么 所有的这个石头的话就连起来 被这个就是说这个三角形给连起来 notice this 注意注意到 for the eye in the center notice this 就两个条件已经知道了啊 就是说就是你不是说围了一个点就可以了 你围了这个点的话 就是说你如果这种三角形没有的话 有可能是假眼对不对 这个我们知道 那么就是两个条件 然后的话还有 今天怎么越看又二口了 我也许我找不到感觉 前几天的印王看看还有点 可能我今天废话太多了啊 注意到那个for the eye in the center 请注意到中间的那字眼啊 it is not necessary 这个的话它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play at air at air就这一点的话不是必须的 啊我懂了啊 这个老外的思维的确比较严谨的 所以说老外这个 为什么人家科学搞了好业的确 对我们这个中国讲一眼的话 书上很简单就一眼对不对 我们讲真眼假眼 他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中间脚上边上 他的意思就是脚上的话 你这个三角形必须有对不对 你没有的话就是假眼对不对 你这里你没有的 但是你现在的话这个地方a点的话 没有这个三角形的话 他也是一个真眼 就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老外的话一方面也不能盲目重压 另外另一方面你也不能盲目排外吧 要平衡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要平衡 所以我现在感觉 那个我这样说一说 肯定很多人要对我有意见啊 就是说怎么讲的 就是说我觉得王儒南的话 讲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啊 就是说职业技术也不要网字菲薄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说不定 当然王儒南到底赢不赢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王儒南这个人 我感觉还是很厉害的 当然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 据说他写过一盘那个中盘工法啊 中盘工法很好的 这本书的话 我主要是没时间看啊 现在我很少看出了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也不是说一定会吓得过 但是你不要网字菲薄 对不对 就是你以前的话 就是说很看不起老外 看不起那个东西 然后人家这个东西把你打败了 你又对他很崇拜 这个是没必要啊 就是说你就是 其实你以前那个思想也不对 对不对 老外的话他未必没有围起庭 其实老外有可能他不愿花时间 这倒是真的啊 我感觉因为 老外的确对这个时间观念比较强 对不对 他 他的话的话就是说 他的话怎么讲呢 他的话也不是说我说他好话 他这个读书啊 他是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不读书的 据我所知道 但是人家这个大学读书很用功 但是呢问题是 人家这个毕业出来以后 他们反而能做出一些成就 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 大学里面的四年啊 你只要好好读 比如说你学什么专业啊 老外的话不像中国人 中国现在这个专业给搞还掉了 中国就是说无所谓了 我学什么专业 我可以跨专业 从事别的领域最后就比一比谁的钱多 老外可能不是这么认为 当然也有可能老外有种想 老外就是说我初中高中小学我乱玩的 什么玩游戏也没关系 家长也不会骂他 我乱玩一通 我到了大学我突然读了四年书以后 我竟然能够做出比较好的成绩来 所以中国的话好了 搞了就是小学初中高中读四个读 人家人 然后到了大学开始解放了啊 因为大学他跑到大学宿舍一住 家长也管不了他 一解放以后的话 结果有些天才大学毕业出来就找不到工作了 所以说这两种文化的话 真的是搞不懂了啊 你也不能说哪种文化到底哪种好 所以这个老外的话 我感觉的话 所以我上次也讲 我说我对哈萨比斯 我不认为他为止随便差 我真的还是说不定下不过哈萨比斯 下哈萨比斯我猜测 他说不定有业余五到六段也是有的 你不要小看他 你不要以为他只有业余一成一段 对不对 因为我有段时间我想进那个国际高手房去跟那个老外过过招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要花钱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别 因为中国人的话他喜欢用免费软件 包括我也喜欢用免费软件对不对 这个老外的话他不喜欢用免费软件 他觉得就是人家这个软件也是辛苦做出来的 我给你交付你一成一点钱 我去国际高手房玩玩 他觉得对他来说可以接受 那么中国人的话我至少我是不愿意接受 所以说我虽然说想跟老外过招 但是我不愿付费成为会员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机会跟老外过招 甚至你有时候跟老外过招的话 也就是体会一下人家这个思路 这个不多讲 所以他这个思维的确是严谨的 就是notice that for the eye in the center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black to play at because the other sleep 就是其他三个那个三角形的石头 已经确保了 insure that the stones are all connected 已经全部联系了 如果一个群的话我就全部执意好了 我不要那个呢 如果一个群的话围绕了一个点 一个群围绕了一个点 but fails 就失败了 这个考试怎么通不过 老外有时候用这个 fails 如果是没有确保的这个石头的连接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里有两个三角形 那么这个黑的石头的话 就连接不了了 到白的石头就连接不了了 就等于说还是用假野吧 我们这个也思维切换 也乱切换 又又用假野 那这种都是假野 反正这个反正都知道 主要还是弄 哦 这切换了不行了不行了 又又超过这些 已经太慢了 in the center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black to play at because the other slitting 这个已经确保了是不是 if a globe but fails into the connection of the stones then 然后的话 such a globe 这样的一个群的话 就变成false eyes 你不要说假野 你就说错野好了 我感觉这个false 应该翻译成错误吧 看看 稍微看看有道 今天几乎没有有道 错误的是可以的啊 就是错误的虚伪的伪造 它竟然还有虚伪的意思 欺诈的 那这个欺诈的你不能用吧 你不能你这样用以后 以为人家以为是骗草 那就用错误的算了 不要用这个下言了 我们用错误的算了 这个我不是同样迷惑啊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 学学这个英文算了 而且我们不是要要翻译过来 因为这样这样的著作 你就算翻译过来 也没人买你对不对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中文书 你把中文书写成英文翻译过去 老外扯可能要看啊 所以我们不如直译是 这样的一个穷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错误的一个言啊 错误的言的话 就是看起来上言 但是它不是言啊 那么这个 opposite 而这相反啊 这个 opposite 读读看吧 这个相反的话 这个错误的言的话 就是真言 and real 实际的言 你一个是错误的 一个实际的 你不一样是真的 real 是实际的意思吧 应该是 那看看有道吧 现实啊 现实的言 就首先就那个 现实的言 它真正也现实的言 和错误的言 我们就讲现实啊 答一个论 答一个论 一个三保这个例子啊 for example 那你先学英语 一个人不 一个人不 a force eyes are shown in那个2到5 一个人不 where the stones are not all connected in a train in a train 一条链吧 一条链 就是归英语什么什么啊 归于这个那个白方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石头的话 这个存在啊 presence 应该是出现吧 这个不是缺席啊 啊 这是粗席的意思 它 啊 Diagling 2 到6 啊 就是阳情报 will further illustrate 演示啊 进一步的演示 为什么force eyes are not eyes force eyes are not eyes 这个不用翻译啊 我就现在学会了一句英文 and so on and the game will never end 就是如果一直打劫下去的话 那么这个游戏永远不会结束 and so on and the game will never end the two the two tringle stones causes the two tringle 啊这个今天有点过头了 废话太多 这个 the two 啊这个两个那个三角形的石头的话 引起了这个没有连接啊 是的白方没有连接 and say that say that if it is 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是否 看看是否是谁的盛序啊 这个地方和跟跟次序有关系 就这个现在的话 如果是 这个图的话 如果白的次序的话 白的就直接把这个黑的拔拔掉 就可以了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还是要看一下 and say that if it is what stone then white can play at it to remove the three black tring stones from the board 啊 it is 这是很明显的 that is black 这是允许本 就是黑方是允许白方去移 一定要的啊 blown the board then there is no i 就是根本就没有演啊 to talk about however 就是连你演都没有 就不要谈了 因为演的话 他说要辅助两个条件 你自己要为一个点 对不对再考虑真假问题 现在连这个点都没有 就这个意思 if black connects at a to c5 如果你要把这个救回来的话 就是这个就就就就 那么就不是演了了 因为这个点就没掉了 对不对 他的意思这样子 then say that c5他也是用救的啊 拯救的意思 救回来的话 then the group 这个群这个群的话就是no 就是再也没有围出一个unoccupied point 空点unoccupied point 又学了一句 at a and thus 这样的话 那个就是that is not an i 那也不是这样 heans 因此啊 那么这个图2到6的话 显示了一个which is not an i 那么现在就是图27图2 图27应该是正义 这个图28的话也是正义啊 快点啊 能够out1分钟 这一页读完就读过两页就算了 however 然而的话一个群的话 with only an i can still be captured 就是说一字眼也没用了 人就会 still be can 仍然被捕获掉啊 那么这个 shows a black group with only an i but it is totally surrounded by white by white 比如说你这个图2到7的话 显示了一个黑的一个群吧 就是说只有一只眼啊 只有一只眼 但是it is totally surrounded 它已经完全被包围掉了 也没用的啊 white can start filling out 它可以慢慢的开始填吧 就是把那个外面的 这个是外面的 雷伯拉提是7啊 这个已经学过了 雷伯拉提本来是自由啊 是外面的啊 读一读吧 这个不会读的 算了吧 快一点啊 速度快一点算了 我们不会读就想用 本来我们的口语已经已经 也也是希望不大了啊 当然在座的有可能中年人士的话 他觉得我的口语还可以练出来 我是不想练口语了啊 关键你这个口语练的也没用的 对不对 你要练英语口语的话 要练日常口语啊 but it is totally surrounded by white 就是white can start filling out 就是把这个外面的这个 就是全部填满的话 啊就是说 add is triangle stones 那他就他就填哪个 他就告诉你 先把外面的三个填满 然后再填一啊 这个书写的 的确在我们看的 的确是啰嗦的啊 但是它是两种文化吧 表达语言表达思路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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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 然后这个数字啊 at the string of stones 这个d button and finally 最后的话 就再填个e 那么destroy啊 这里用了毁灭的意思啊 destroy 我们以后说我我一块一块去被 我的那个black globe was destroyed 啊我们弄点氧气表 就是我的一块一块黑漆被人杀死 black globe was destroyed by 应该这个有被动主动啊 这个搞不懂了 语法 当然是主动的啊 就是说destroy 最后的话就是毁灭了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最后一口气啊 last liability of black globe to remove this globe living gloop living gloop就是活的 活的群啊 一个活群的话 它说是一个群 然后不能够被捕获的 它主要是没觉得 主要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它它意味着就是说 这个对手的话 它不能够阻止这个群的话 有两只眼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怎么回事 直接了到了没有 怎么还没到金怎么回事 好等一下啊 它主要是意味着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 opponent the opponent play 呃这个 这个对手的话不能够阻止啊 这个群的话 它不能够阻止它有两只眼 那么就这个图的话显示一个群 它有两只眼 A和B啊 虽然说的话 它已经totally surrounded 就是完全被包围住了 它不能够被这个捕获 因为这个对白方来说的话 它要么是 either or 就是或者的 要么是放到A也放到B 但是因为维持规则的话 就是你放到A也是自杀 对不对 自杀以后的话 你就是又是又是又是 又是对方走的 对不对 那你等一下又去B放自杀 那么你这个就盘地不行啊 而且有些规则是不允许自杀的 就算允许自杀的话 也杀不了他 这个维持着自杀 我又开玩笑 跟现实生活当中 那个什么搞恐怖主义 不一样 恐怖主义它这个自杀以后 把别人也弄死 维持着自杀的话 别人是不会弄死 Bling at eyes a or b is suicide the black still have a liberty from the other eyes 这个有点 哎呀喝个水吧 舒服舒服啊 对不起 我们也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人生啊 美好的人生啊 哎呀有水喝还是很美好 啊 啊 white can never capture the black but why you play the eyes a or b is a society or the black still have a liberty 因为你如果自杀的话啊 他still have a liberty 始终有一口气 另外一次研究这口气 so the black group is a living club 活群啊 活群和那个死群警告啊 warning warning就是脑外写说 有时候有时候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啊 但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注意跟警告 两个词还区别 他这个的话 我就翻一层警告好了 warning啊 警告的话 就是说这个 这个black就是黑方的话啊 不能够play啊 就是黑黑黑黑黑的玩家吧 就是黑方玩家 我们就用玩家上 因为老外都把这个witch当成go game 当成游戏啊 然后那个讲期的那些人的话 刚才我说王龙呢很厉害 但是在我老外看来的话 他高级评论员啊 他只不过是高级评论员 老外不管你那套 你什么获得获得 我世界冠军 他也可能也在乎啊 他也主要是高级评论员啊 在他看来就是高级评论员 所以说这个黑方的话就是说不应该那个 就是never play 就是说你就是说绝对不应该 你不可能就是说 哎呀这个东西弄也弄不清楚 他一定是close这个东西 当然你你理解是理解的 但是这个这句话很奥口 所以说的话 这个黑虫的话实际是一个活虫啊 警告的话这个黑方的话 修的never就是绝对不可能啊 就是即放到a又放到b 这样的话等于说它是违反规则 对不对 你要同时下两手 if he does so then he is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他可以把这个群杀死啊 通过那个只有那个的话 但是因为这个他不用解释 因为你不能连续下两手啊 这个停掉了吧今天 读了几页 这个怎么几页不知道 这个是第四页吧 那下次是第四页 稍微停一下不好意思 这是第九页 那今天怎么读了一页才 哎呦 算了算了那时间因为二十八分钟啊 中年人的话要有时间要有控制 lead the group to only one eye 下次是第第十页开始啊 是吧 第十页开始啊 停掉了啊